在整個北半球天寒地冬 但這個時刻也剛好是貝加湖最美麗的時刻 我們能講到的它水質全世界最純淨 最純淨的水結冰了以後 它是有一種藍色透亮的玻璃感 非常的美麗 但你很難想像在這個絕美的環境之下 裡面竟然有25萬的冤魂 而且這25萬人是一個晚上瞬間凍閉 對 保潔 貝加湖有一個外號 叫西伯利亞的藍眼睛 藍眼睛 它還有很多很多的外號 都是非常漂亮的外號 叫地球上的聖湖 地球上的聖水 地球上的聖海 在形容這個地方 乾淨 美麗 純樸的一個地方 但是你如果看 看這個照片你真的會動籠 它一到冬天的時候 你看瞬間那氣溫下降 結洞 你看到海邊 海浪湧起來拍打到岸邊 那個整個起來變成像倒叉的棕弩石一樣 要不然就非常潔白 要不然就是湛藍的美 對 很漂亮 你看這一張我看得很動籠 這一張是湖底冒出來那個氣泡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有沒有 到湖上一夕之間它結洞 水間凍結 對 但很漂亮的景色 這種景色你在地球上其他 第一個你不夠冷 第二個你沒有這麼清澈的湖水 你做不出這樣的一個景色出來 所以貝加湖它有很多景色非常漂亮 包括這個 這個是海浪在冬天的時候 你看那個遠遠過來 海上整個結冰 一層一層 對 一層一層 那這個整個像玻璃片一樣 這個夕陽西下的時候 就比較靠秋天 那冰裂的時候非常漂亮 貝加湖真的很漂亮 可是沒有人知道它漂亮 可是它非常爆裂的一個湖 它爆裂 非常爆裂的一個湖 它脾氣非常不好 貝加湖在1917的時候 曾經當時俄國發生那個 所謂的二夜革命跟十夜革命 那沙皇尼古拉奧是被推翻 推翻 已經有俄國 當時蘇聯內部有那個 白軍跟紅軍 紅軍跟白軍內戰 內戰 那白軍是擁護沙皇派 保皇派 結果白軍就解解敗退 敗退以後他們選擇了一條路 離開俄羅斯 他們往哪裡 往西伯利亞 走西伯利亞冰天雪地之路 對 走西伯利亞 那當時他們走的時候 從那個俄牧斯克 俄羅斯的那個 俄牧斯克這個地方 要走差不多兩千公里 會到達這個貝加奧湖 他們本來的想法是 帶了幾十輛 當時所有80輛馬車 將近有500公噸的黃金 還有所謂50萬軍隊 75萬的所謂王公大臣 主教 那些僧侶一大堆的 就往貝加奧湖這邊走 可是他們也沒有算 他們當時是1919年的11月 11月開始走冬天 但是他們戰鬥民主 戰鬥民主本來這種冬天 對他們來講不算什麼 不怕寒冷 對 不怕 結果他們就走了 120萬人 帶著500噸的黃金 慢慢往列加奧湖 走了第一個1000公里的時候 有很多人就其實這麼 因為從那個 零下20度 一路走到差不多1000公里之外 大概已經變成零下30幾度了 其實有的人 很多人意涵裝備不夠 慢慢慢慢就倒下 有的人脫隊 有的人倒下 其實已經大概有100人 100萬人不見了 有的失蹤 有的凍死 剩下到最後25萬的時候 是到1920的2月 2月 2月的時候他們來到這個貝加奧湖 當時25萬人在高爾查克將軍 就帶領帶領跟他有黃金馬車 全部全部往貝加奧 還有黃金馬車 因為當時他們算貝加奧沒有錯 當時斤動已經3公尺多 那個人的力量 馬車的力量 他絕對塵射得住 他可以過活而過 沒有問題 所以他們就想橫葉這個貝加奧湖 貝加奧湖當時寬達80公里 他們就想沒有關係 慢慢走過去 所以他不可能一口氣過去 然後他還在兵上面過夜嗎 對 那你知道 他們過夜的時候 因為剩25萬人都是 等於說淘汰下來的 比較身強力壯 或者那個將軍的家屬 王公大臣的家屬 被保護比較好 對 藝然裝備也特別好 結果你知道 他們到貝加奧湖這邊的時候 有一天晚上 有一個將軍 另外一個將軍的那個老婆 她懷孕坐在馬車裡面 結果她痛 要生產 突然間要臨盆了 結果你知道 那個將軍說沒有關係 因為其他人急著趕路 就一路一路一個一個 就從旁邊就過去了 那個將軍就自己 穿著玉寒的大風衣 擋在那個馬車的門口 讓她老婆生產 結果你知道 她老婆跟孩子 還沒有生出來 生到一半的時候 以那個姿勢就凍死在 那個貝加奧湖上面 對 然後那個將軍就站在 那個湖上幫他們 擋風 結果那個將軍也是用 戰的姿勢就凍死在貝加奧湖 往生了 對 結果其他人 因為要趕路 又太冷了 當時你知道 零下下到多少 有史以來最寒冷的一天 70度 零下 他們有講 貝加奧湖 貝加奧湖 動到零下70度 所以你知道 他們其他人就急著趕路 已經沒有辦法去管別人了 結果那個將軍跟他的老婆 就以那個姿勢凍死在那邊 那其他二十幾萬人 就慢慢慢慢往湖中心這邊前進 然後湖的對岸前進 結果你知道二十幾萬人 經過那一天晚上 從當天晚上 他就剛才講 那個將軍的老婆生產的那天晚上 一直到白天 結果那一個晚上 零下70度 二十五萬人 全部凍死在貝加奧湖上面 二十五萬人 一天就被凍死 凍死在貝加奧湖上 結果你知道 這些事件一直到後來的春天來的時候 湖水慢慢慢慢解凍 慢慢解凍 這些人跟馬車就慢慢慢慢慢慢 因為湖水解凍 它就慢慢慢慢沉 他們本來是在冰上 是因為水 比如說冰化了以後才沉下去 對 才沉下去 慢慢慢慢沉下去 所以你看 幾十天來 所有人都在找 找說以前那些黃金馬車 倒在那裡 樓梯也在找 對 那人呢 大體在哪裡 其實後來也都沒辦法找到 為什麼 因為你到貝加奧湖 他身打大概十幾公尺身 可是你二十五萬人 你帶多少資重 對 它裡面貝加奧 有一個很神秘的動物叫溝蝦 溝蝦 他專門吃那個動物 動物的那個分解動物 那種骨骸 肉體 你知道他們一吃吃吃一吃以後 貝加奧中間其實還有一條叫沉積溝 是 那個屍體又慢慢慢慢被 沉積到裡面 對 打到那個溝裡面 就整個到溝裡面下陷 下陷又慢慢那個湖底的泥沙 會慢慢慢慢把它掩蓋起來 所以你知道1919到現在 將近一百年了 幾乎沒有辦法找到 只有1993的時候 當時有四十艘遊艇 在春天還是夏天的時候 在這個湖上開遊玩 遊玩的時候 當時突然間夏天 你知道貝加奧的可怕 就是夏天也是一樣 他突然間就是四公尺的風浪就起來了 起來 結果四十艘遊艇不見了 不見 當時也去找 也去找 沒有找到四十艘遊艇 一直到2003才找到 一天之內在同一個地點 發現了多少 一百艘的遊艇 一百艘的遊艇 跟其他的人什麼東西在那邊 都在同一個地點 對 但不是1919這個事件 不是殺黃時代 不是殺黃時代的事件 所以你知道貝加奧湖他很漂亮 可是他被隱藏的那種殺機 非常非常的可怕 好 那學恩 現在剛剛講的北半球冰天雪地 你現在看到畫面 台灣現在未來的一禮拜 也進入到了極凍狀態 寶傑 你接下來看到的是 住在東北的人跟你分享他的日常 你看用舌頭去舔柱子會黏在上面 這也太笨了吧 然後走路 他腳被黏在地面上 因為他瞬間融化 你腳就黏住了 看到沒有 這水管出來是一截一截的 都是冰塊 而且這是屋簷上融雪之後 流下來的水 他掛出來的衣服 整個凍成冰棍 對東北人來講 冷就是這麼冷 但這幾天冷到更誇張 寶傑 現在的狀況是 全世界各地因為太冷 連動物都不會走路了 你在畫面上看到 你看這隻雞 他正常來講應該要一步一步走 但問題是地面上太滑 所以他一腳踩下去 就一直滑下去了 接下來看到別的動物 正常來講狗的腳底有肉球 更別提這隻狗 就是你知道的 他黏住了 他去舔那個人孔蓋 然後最後黏住 那是他舌頭 對 就是他 我們不好意思講說 這狗犯賤 但其實他就是想舔 覺得很好玩 一弄就黏在上面 而且這真的很慘 如果你不敢去救他 他可能會活活凍死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連在野外的動物 都必須要特別小心 否則真的會遇到很多的危險 連我們這樣講好了 牦牛我們長時間的想法 就是他一定很抗寒 但問題是 青海甘德縣 有兩個牧農他在趕牦牛要過河 沒想到 因為他覺得這個河結冰了 然後牛一下子180頭踩上去 一踩 一百多頭全部掉下去 寶傑你看 動成這種冰淇淋狀 在這種狀況之下 他們損失非常大 整整損失了將近300萬新台幣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即使在野外 你覺得你習慣這種冰冷的生活 你知道到最後當局要出動挖土機 把這個屍體挖出來 整整花了四天 才好不容易把他們救了出來 但其實都死了 更重要的是 現在連在北京 那種湖上的滑冰場 都已經出現很嚴重的狀況 就是你說冷 對很冷 但問題是 還沒有結冰到夠厚 他的滑冰員工 池岔海 跑上去一踩 全部都掉到水裡面 結果根本連開業 都沒有辦法開業